那么进入新征程,我们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力创新 一是进一步提高我国进入空间的能力 航天发展,就是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 航天发展的舞台就有多大 为此我们将对现役运载火箭进行更新换代 研制新一代的载人运载火箭和重型运载火箭 使中国航天发展的舞台更大更好 第二是我们将继续实施航天重大工程 比如我们将进行载人月球探测 月球科考基地的建设 火星采样返回 实施小行星探测等 通过这些重大工程 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 三是我们将加快打造 中国航天原创技术测源地 我们成立了中国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 加大了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资力度 聚焦人工智能 先进探测 先进材料 先进动力等战略性 前沿性颠覆性的领域 发力突破 引领航天发展 同时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更多的航天智慧 航天方案 航天力量